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今天换了一个发型 还蛮丑的 蛮不适合我的 过去中国四五年的封城 导致中国的经济非常的糟糕 年轻人 大学生毕业及失业 很多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了 那前不久中国政府暂停了 对外公布青年失业率的状况 那让外界对于中国的失业率状况 无从而知 很多大学生在大学辛辛苦苦 学了四五年的知识 社会经验 可是当他们现在去找工作的时候 已经找不到和自己学习的东西 相关的行业 因为现在想要找这个工作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让很多大学生毕业了 可能就跑去送外送送快递 或者是长得好看一点 女生就去做直播 今天我们也看到在中国的社群平台上 很多的年轻人搞笑的方式 其实就是嘲讽这个目前的状况 你也不能直接的抨击出来 那目前部分影片在中国的相关平台上 已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封锁以及限流 2000块钱一个月 我全国无数块钱 狗都不是这样录录的吧 长不了是吧 长不了那就 欢迎夜里回家 给你搞价后康 当代大学生毕业前后对比 什么 我学了那么多年的金融 一个月才四千 你们谁要带谁来 等我去的大城市 感谢哥哥的小星星 我是学会计的 等我一毕业 我就要去上市公司 当财务总监 一万二十七块五 要带的吗 我吗 我学了四年的空乘专业 我学了四年的空乘专业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用铅笔一笔一画的勾勒出这美丽的世界 还快谢谢老板 让我这种学播音的以后肯定要去跟那位是做主持人 我学的是市场的营销 以后我可是要调控市场 宏观和微观经济的 我一毕业 我们小学前面一员后面学校 左边上场右边公交 你考虑一下姐姐一个机会给一下姐姐 姐姐姐 我是一名康复医学的学生 等我毕业后 我一定是一名优秀的康复医疗师 大爷 你觉得这力度合适吗 嗯 你这肩颈有点堵啊 你考虑搬个卡吧 我们现在店里搞得动 乘500送500 大爷 你考虑一下呀 大徐徐四年画学 为的就是毕业 从进入史研发专业造福人类 我一毕业 老鼠闻大死三光 失败是三光 老鼠就死在左边 老鼠死得快 老鼠死得快 老鼠走得快 老鼠不死怎么办 一根零六秒 老鼠不死 一根零六秒 一根零六秒 老鼠不死 老鼠不死 像我这种学义的 要救死怎么伤 天方百计 为病人解决病碰 神经病人造福 这样这里的科学还可以啊 太重了 我给你清点哈 要不要考虑把一个 我们的运行回应卡18888 500 500 完完了哈 下一个科学233 我学的可是哈语言文学专业 拥有家世的中国语言文字基础 和高文学修养 我一毕业 微风 哥哥 想要 大飞机 微风 哥哥 想要 老鼠 小圈 来吃点 姐妹们以后顶峰相见 未来可惜 干杯 哦 哥 哥 三香五香 多么干 多么干 哥 我不干 我一个月找三天 这是我的姐妹 我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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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了 我先来了 同学们 毕业了出三家 前程四景 咱们顶峰相见 姐姐夫 姐妹你来我那个场 我方送我 我学的广告设计 以后是要给阿玛尼 圣罗兰设计广告的 又必 啊 老板 可以了吧 这个广告拍 改了三次了 还改嘛 可以了吧 第二ivos 姐妹我告诉你 每团品了 清局好奇 清局好奇 接着讲日本排放合肺水 中国政府的圈倒之下 引起了国内强烈的仇日的情绪 反日的情绪 那最近有一位中国网红 在自己粉丝的要求之下 就去中国的海边 就要去跟日本的核污染的海水 进行一个PK 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肯定是中国的海干净的 那日本的那个污染肯定要很严重 结果我们看到中国 这个网红直播的非常大脸 因为在自家门前 这个大海里面测量了出来 严重超标 结果导致他的这个直播间被封禁 那相关的影片在中国的微博 等等的平台上面 也遭到了封锁跟限流 现实就是如此的打脸了 这是网友发布视频时说 这个已经被删除了 我正看着评论 然后评论没有了 点进去用户一个视频也没有了 幸亏提前下载下来了 看看点赞3000多人 评论一个都没有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26号下午2点 对海水进行取消 据央视记者实地探访 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 约6.5千米处 用辐射一测试 显示结果为0.10USV小 威西福 可以看到上面写着0.12 大约0.12 0.13 现在还在上涨 这个我们是从东京把它带出来的 我们离开东京的时候 在东京呢 这个辐射仪上显示的数字是0.01 嗯 给我来张照片 给他爱过 真的把酒逼啊 拍一张 嗯 给我来张照片 给他爱过 真的把酒逼啊 拍一张 拿着 好 好 好 就是这个 东京都中央 民座 最近一大闪 再给遮上 你看 嗯 都遮上了 你看看 可恶的 有这个无线吗 冷整的好事 现在很多遗传都不出去补鱼了 开海吃天就失业 你看看这个 海边这个 好像这个排屋口 闻着这个味道还是挺大的 如果臭味 你看今天下雨嘛 这个水量特别大大 你看 一股脑袋 都往大海来涌 但是排屋口的话 咱也不知道 这个是不让允许的 还是地方行为 也没人管 好大的水量 感觉这是 这是不是算 污染海洋啊 那昨天我们的影片 已经报道了 就是关于中国大量的 成千上万的这种骚扰电话 打向日本全境 其中包括像是学校 医疗场所 警局 消防局 随着国际媒体的报道 中国也回应了 那中国官方政府回应 他反江易军啊 中国政府他也说 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日本网友的电话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现实的证据啊 中方已就中国驻日本使领馆遭受滋扰 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敦促日方依法处置 切实保障中国驻置使领馆 在日机构 企业 公民 和复制中国游客的安全 过去这么多年 因为中国的武汉肺炎 因为中国的疫情扩散 导致全世界停摆四年时间 那全世界有哪几个国家 有多少的网友去打电话 去出征到中国 去让中国的店家 让无辜的这些学校啊 消防局 警局 这些业者受损的 完全没有 这时候中国就跳出来说 我好冤啊 我才是受害者 那同样也是因为仇日的情绪高涨 中国国内一些网红也受到波及 那有一位中国的网红呢 其实他还算是一个小粉红了 因为他以前发的很多内容 都是歌颂党歌颂祖国 他过去的一些作品当中 援引了日本作家的一些名剧 然后其中有包括像是我们日本呢 他当然有将一些句子也作为口头禅使用 那很多的中国网友呢 就掐头趣味的截取了那个我们日本四个字 然后向中国的教育部相关的部门疯狂的打电话 检举这个老师导致了他的大学教师的这个职位的丢失 我讲一本书日本作家中村横子写的 人间值得 我在讲这本书的时候 我用了一些我常用的一些口头禅 这是我们的张老师 这是我们的央视新闻也 这是我们日本作家中村横子写的一本书 叫人间值得 他们截取到这个片段 掐头去尾就留下来 我们日本 举报的国家教育部 说大学老师亲日立场 国家民族对立要求辞退 和这个事情类似的 跟大家分享龙应台台湾作家的一段话 鼓励读书有用的 然后举报者就拿了这个视频 举报到陕西省教育平壤下达到学校 说大学老师公开在网络上发表台读 支持台读 你们不知道我视频 我的抖音账号第一条火的视频 就是在10月1号过庆节祝福祖国火的 我整个账号短视频的主要内容 就是在传播 我喜欢热爱的历史文化 我是中共党员 亲日的立场国家民族对立 是举报者泄愤 对我恨之入骨拿来的由头和手段 然后学校找我 约谈我 调查我 执法人员开着警车来到了学校 到了校办来找我 后来所有的同事见了我都说 张老师你出名了 警车都来学校找你了 还有举报者说 我进了大学以后没有教师资格证 不能做大学老师要求学校辞退我 举报者有限的认知有限的知识水平 他根本不知道大学老师是你进了大学以后 先有职位才考取这个教师资格证的 像这样的举报数不胜数 隔三差五就会有一封来 只要有举报信 需要从上到下机位 所有的校级的一些层层面面的领导 都会找我谈话约谈 让我写材料写检查 有的时候同一个举报理由 我们已经回复了他不满意 他又换一个部门举报 这样的流程又重新得走一遍 都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这些举报者两年多的时间 他们就像心血的马黄 他们就像大海里面 附着在鲸鱼身上的疼户 谁也帅不掉 两年多的时间 他们在钻国家信号条里的空子 有心逼回 在拿捏我大学老师体制内的这个身份 他们对我恨之入骨 他们在拿捏着国家的工作人员 学校 所有的人都当做他们对我羡慕的工具 读书二十多年 历经了千辛万苦 不就是为了当上这个大学老师吗 但我没办法 我已经到了承受极限了 讲台我还没有站够 为了当上这个大学老师 我舍弃过很大的鸣和力 两年前 在最火流量最好的时候 我退网那么坚定的进了高校 但是哪怕我退网 一些网友还是在纠缠 举报没有停止 因为他们拿捏的是我在体制内的这个身份 一想到开学 又会是这种无休止的举报约谈 压抑的氛围 那种恐惧和黑暗 我累了也倦了 我也不想让我的学校再承受这种压力 我不想再回去了